接下来就是耶稣的复活节 全世界的教会都会在这 耶稣的受难节跟复活节 来纪念耶稣的死 以及还庆耶稣的复活 因为教会是建立在耶稣的受难 以及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根基上 我们感谢神在两千多年前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自来到这地上 成为我们罪人的朋友 也成为我们罪人的救赎主 并且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祂为我们定死了 然而第三天祂从死里复活 所以今天你和我 所信的这位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所信的是为复活的救主 祂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中 不过当耶稣复活之后 祂有四十天显现在门徒和众人的面群 祂复活的那一天 祂有五次显现在祂的门徒面群 然后接下来的四十天 还有另外五次 耶稣在不同的场合 向门徒显现 并且为他们传讲神的国 圣经使徒行传 圣经使徒行传 圣经使徒行传记载说 当他那天 他在感染山上 一门徒在传讲神国的时候 他吩咐门徒们 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直到圣灵降临下来 圣灵必要充满他们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直到撒玛利亚 直到全地 他们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人 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呢 有一朵银彩 把耶稣基督呢 决到天上去了 耶稣当天 就趁着这个银升天了 所以今天 在这里我要传讲这个信息就是 耶稣复活生天的意义 我们来看两件的新闻 太大了了 太大了了呢 按上去 按下 按不到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三节的经文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九到十一节 这三节经文带出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待会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这三节经文带出怎么样的重要的真理 第九节 说了这话 也是当时他跟门徒讲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圣灵降临下来 说完了之后呢 他们正看的时候 耶稣就被起上身了 一朵银材 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突然来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呢 当然就是天使了 这两个人身穿百衣 上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 上坐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么样 他还要怎么样来 这是天使当时对着当时那些门徒们 他们望着耶稣升天 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上坐望天呢 你们见到这位耶稣怎么样上去 他以后还要再来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说到 我们现在在等候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他将会再临到这个橄榄山 我们这位耶稣在两千年前 他来到这世上的方式 一众不同 他的离世的方式 也一众不同 我们人是人的结合而生的 但是耶稣呢 他是道成肉身降世 耶稣圣灵感应 借着同女玛利亚 道成肉身而生的 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他出生非常的特别 那么他的离世 离开这世界 是在四十天之后 才真正离开这个世界 也是非常的特别的 我们一个人死以后 马上灵魂和身体就分开了 所以就叫做死亡 但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呢 这四十天他仍然 在不同的场合 显现在门徒的当中 来对他们说话 所以这是非常的特别的 所以他虽然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仍然活着 没有人用这种方式离开这世界 是从来未有的 我们人一死以后 灵魂跟身体就分开了 这就称为死亡 复活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身体跟灵魂要在同时的结合 那耶稣是当时的 为的一个人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仍然活着 在四四天之后 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仍然活着 这是全来 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称 他的离世 为升天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一章 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耶稣 正正逝世四十天之后 他离世了 他离开 趁着赢 回到升天去了 现在我们来看 耶稣升天的事迹 耶稣 耶稣死后 被埋葬 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复活之后 耶稣在这六周 也就是四十天 他大概有十次 向门徒显现 他要向门徒证明 当他们见不到他的时候 其实在这四十天 他仍然在他们的当中 门徒看不见他的 但是他仍然在他们的当中 听他们说话 虽然肉体看不见 但却仍然同在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是我们人一死以后 灵魂跟圣体分开 就真正就叫做死亡了 但是耶稣复活了 在这四十天之后 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 就说 现在门徒们看见 耶稣离开他们了 真正是世 耶稣离开了 之前这四十天 虽然看不到肉身 但是耶稣还不时向他们显现 这跟耶稣之前的相似 大不相同 他现在是真正离开了 刚才我们所念的 《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九到第十一节 就记载说 门徒们亲眼看见耶稣 被迎采觉升天离开 在这地上升天了 我们在念这三节经文 这三节经文非常的重要 第九节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门徒在看的时候 一朵银材把耶稣借去了 他就被起上身 有一朵银材把耶稣借上去 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的时候 他们定睛看着这位耶稣 趁着银上去了 突然有两个人就是天使 穿着白衣 站在旁边说了 这白衣天使他说了 加利利人 加利利人 你们为什么望作藏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戒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么样来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位耶稣他怎么样上去 以后他还要再来 但是我们在第十一节 特别注意说 加利利人 在短短的三节经文 一直讲到门徒们 门徒们亲自目击耶稣的身边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们定睛望天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 在这三节经文中的记载 你们见他怎么样升天 他还要怎么样来 这一幕的几项 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升天 不是神话故事 是真正式式的 在那一天 耶稣是真正在四十天复活之后 他那一天真正升天 门徒们亲自看见耶稣升天 这不是神话故事 这是他们亲眼看见的 在看耶稣升天时的情况 这两位天使说什么呢 两位天使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 上座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么样 往天上去 他还有怎么样来 两位天使说 加利利人啊 可见天使呢 是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强壮 这句话 若早在一个星期前 说加利利人啊 不对 如果在早一个星期前 天使说这句话 这就不对了 但是现在在这时候 他讲这句话 是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两位天使说 加利利人 你们为什么要看中 这位耶稣升天 他怎么样升天 他以后还要这样来 这不是神话故事了 我们的耶稣 真正是复活升天了 为什么在早一个星期前 就不对呢 因为早一个星期前 当中呢 你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其中有一位 不是加利利人 加利利是属于北部的 其他的门徒都是 对不起 加利利人都是属于北部的 持有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 他是南部耶路撒冷犹大神的 他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 是他们的财政部长 但是这位犹大 却因为汤财 将耶稣用三十块银钱 把他卖掉了 最后这位耶稣呢 这位犹大呢 掉紧死了 所以当天使讲这句话的时候 这位犹大已经掉紧死了 他不在他们的当中了 所以你看天使讲 所以圣经每一句话 你好好的去研究 都有它的意思的 看到吗 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就是这样 圣经里面真的每一句话 都很有意思的 加利利人啊 就这样的记载 不然他不需要讲加利利人的吗 对不对 所以若这计划在早一个星期前 就不对了 因为当中有一个门徒 犹大并不是加利利人 好了 耶稣当天在哪里升天呢 刚才在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说到 在感染山上 耶稣在感染山上 在第四十天 他跟门徒在传讲神过的事 是在感染山上 以后他还要再来 临到感染山上 感染山上是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去过耶路撒冷 你就知道了 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山上 城里的人看不见 正如他复活之后 他不像比拉多 大基斯亚纳 该亚发显现 这些人都是抵挡耶稣的 不信耶稣的 背逆耶稣的 耶稣复活的时候 不向他们显现 不让他们看见 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 这些人看不到他 看不到 因为这些人是在城里面 但是耶稣是在感染山上升天的 他只让信他的人看见 看见他升天的人有负料 虽然我们这世代 我们不是在耶稣的时代 看不到耶稣那天升天 但是圣经也说 信耶稣基督的人有负料 所以可以跟哥们说 我们信耶稣的有负料 你相信吗 我们信耶稣的人有负料 当时耶稣升天的时候 他激起双手 向众人赐负以后 银台就把他借上去了 正是这时候 真正是是 耶稣升天了 他升天了 他们看到耶稣升天 天使说你们所看的这位耶稣 他以后他怎么样上去 以后他还要再来 这就是今天你和我一直在等候 我们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 这不是神话故事 这是真正是是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宝贵的真理 你慢慢去挖掘的话 你会发现到耶稣的复活 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之后门徒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呢 他们没有忧伤 他并没有说 我们的耶稣现在不见了 我回去了 没有 他们现在相信说 耶稣是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是 喜喜乐乐的 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稣 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说 当时门徒们 包括耶稣的使徒 门徒们 还有一些妇女 包括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他们当时120个人 在耶路撒冷的楼房 也就是马可楼 他们在那里敬拜赞美神 所以他们是欢欢喜喜 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来敬拜耶稣 并没有说因为 耶稣现在离开我们很忧伤了 没有 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呢 是上帝 所以他们回去敬拜赞美神 好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耶稣升天 对耶稣的升天 对耶稣有什么重要的含义 那耶稣升天 对你和我 对整个教会 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在这 在这 耶稣的受难 跟耶稣的复活节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 当时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升天 天使说他怎么样回去 他还要再来 那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升天 对耶稣本身 对父神 对教会 我你和我 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耶稣基督徒 耶稣回家了 我要分享三点 第一点 耶稣回家了 他从天上来 现在他回家了 最明显的就是 现在耶稣回家了 家是我们归宿的地方 也是最温暖的地方 你说对不对呀 Amen 家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 不论你到哪里去旅行 你可以去一个礼拜 去两个礼拜 去一个月 去一年 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 所以有人说 无论如何 还是自己的狗窝最温暖 对不对 家还是最温暖的吗 所以我们说 家和万事兴 家庭弟兄姐妹和血相处 父母和孩子和血相处 是最温馨的 你想一个人 在临死之前 他知道他要死了 他会不会说 把我的钱来拿出来给我看 把我的奖状拿出来给我看 把我的奖杯拿出来给我看 给我的股票给我看 给我的产业给我看 会不会 不会 这些都对他不重要了 他在临死之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亲爱的家人都围在他自己的身边 看他最后一脸跟他拜拜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 好了 现在最明显的 我们的耶稣基督呢 回家了 耶稣生天的最重要的第一个真理 我们基督徒一直要明白的 耶稣基督回到天家了 回去天家了 因为他从那里来了 现在他要回到那里去 天上是耶稣的家 他离开三十三年半 来到这地上 现在终于 现在终于三十三年半 他回家了 他平安回家了 再离开天上来到地上 在这三十三年半 耶稣经历了许多的争战 被迫 羞辱 风险 人的气节 他在地上被人家吐口水 被人家鞭打 被人家定十字架 被人家羞辱 但是他都忍受了这一切 现在他平安回家了 他是凯旋得胜回家的 耶稣是得胜 凯旋回家的 他胜过了死亡 撒旦黑 撒旦魔鬼 要将他置于死地 但是父神却透过这样的 耶稣的死 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 直到他得胜了 今天他现在已经凯旋得胜回家了 可以说阿们吗 耶稣今天凯旋回家了 所以那一天 耶稣升天那一天 就是他凯旋的回家了 所以你看到 使徒经传这一章 他回天家 跟着银采回家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你如果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 圣经这样的一个真理 我告诉你 我们对神的信心 就跟这样为故 是不要轻易 离开身体 耶稣是凯旋回家了 在罗马帝国 王帝常会派他一个儿子 到战场 跟地人作战 当他儿子得胜 凯旋回来的时候 王帝会亲自迎接他的 王帝会安排凯旋游行队伍 对不起 第五宗有凯旋归来的士兵 得胜王子坐在战翅上 另外还有战斧 身上绑着锁链 战翅上在做所有的战礼品 整个队伍在罗马大街游行 接受群众的欢呼 因为这位王子 把肾脏回来了 父王坐在前面 让这个凯旋的队伍在罗马大街 接受群众的欢呼 王子坐在当中 后面有他的士兵 还有那些被绑的 被弩的士兵 还有战地品 豪豪荡荡的 在罗马大街上游行 接受群众的欢呼 王子打圣仗回来了 王帝坐在前方观看 然后就讲讲了他的儿子 就打圣仗回来的儿子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以后与我同坐王 这位王子配的 以后借戏他父亲 同掌王权了 这也就是当保罗在圣经所描述的 所以保罗在描述这样的一个观景的时候 就是以当时罗马的那个的观景 以赴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努力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你可以想象天上 这时候的情景吗 这时候在天上 天使必为耶稣大声欢呼 欢迎他得圣回来了 三十三年半 耶稣现在得圣回来了 天使在那里欢呼 哈利路亚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圣回来了 事事事 当那天耶稣基督升天那一天 就是耶稣的加冕日 究竟我们的苏当加冕成为全国的元首 是多么这个荣耀的一个日子 耶稣在那一天 到天使回到天上的时候 天使欢呼他 因为那天他就将要 也就是他的加冕日 现在神为高级他 赐给他成为宇宙的王 加冕他为王 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这是圣经的真理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弃弃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 我们在今年年尾 我们会查腓立比书 这就是保罗 保罗以当时耶稣基督升天 当时罗马 他们还离这位得圣回来的情景 耶稣现在是妄王之王 妄主之主 就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了之后 他就配得了 他在这33年 他受到一切的羞辱 他忍受一切的苦难 就是为了那一天 他配得 因此在西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他说 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修路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值得安慰的一句话 耶稣轻看那基督为主 他前面的荣耀 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受到各种的羞辱 各方面有 苦难有 但是我们想到以后 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同掌王权 这是第一点 第一个真理 第二件事情 耶稣为什么升天呢 他为我们做升天以前所没有为我们做的 就是成为我们人类的宗宝 即大祭司 现在耶稣配的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了 在地上的这些宗教大祭司都有罪 只有耶稣基督没有罪 只有耶稣基督他胜过了这一切的 罪恶 胜过了一切的苦难 胜过了撒旦魔鬼 他现在配的 回到天上去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宗宝 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他是完美的大祭司 在神和人中间 做我们的宗宝 借助他钉死在十字架 凯旋升天成为我们的宗宝 使我们的聚人关系得以跟神和好 同时基督徒犯罪的时候 二子在神面前控告我们 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 会 每一次你犯罪你知道 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了 祂成为我们的宗宝 每一次我们犯罪 撒旦在天上就会抓住把病 圣神控告 你看你这个孩子犯罪了 耶稣成为我们的宗宝 这是在高天上的耶稣 就会为我们辩父 为我们代求 因此呢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之的 是公义的 必要失眠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意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是圣经的真理 第三件事情 耶稣为什么要升天 耶稣升天的意义就是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这是在教会讲台比较少讲的 我想在八月的这个 这个夜课 我要叫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就是耶稣基督是圣灵的施洗者 我以圣经的真理来 聚业信业来看 讲到这样的一个真理 信业有两个人被称为施洗者 一个是耶稣的表哥 施洗耶稣 另外就是耶稣本身 耶稣是施洗者 耶稣升天后也成了施洗者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 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 这是施洗耶稣讲的 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当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以火 给你们施洗 基督徒有两个洗礼 我们基督徒要有两个洗礼 一个是水的洗礼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了主之后 我们都要受洗着 在圣经福音书里面 讲到最开始的时候 在这四百年安静的过后 施洗耶稣来了 施洗耶稣穿着骆驼毛的衣服 在旷野 在越南河为人施洗 但是那些法利赛人 撒杜盖人 要来受洗的时候 施洗耶稣资备他们 你们是肚蛇的种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施洗呢 一定要有悔改 要有先悔改 他才会为他们施洗 耶稣河其实呢 是在最低的地方 水非常的肮脏的 但是那个洗礼呢 不是在用水来清洁 那是一表属灵的洗礼 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 我们都有一个洗礼 洗的洗礼 施洗耶稣的洗礼 只能够接近你过去的罪 但是今天我们所有需要的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之后呢 我们还是还需要一个 很重要的洗礼 就是圣礼的施洗 圣礼的洗是借助复活的耶稣 耶稣是圣礼的施洗者 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他以后就拆迁圣礼下来 所以当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 我去没有留下你们成为孤儿 我必拆迁圣礼保卫施下来 那圣礼耶稣将要成为这个施洗者 为我们施洗 首先耶稣复活之后 向门徒吹口气 在耶汉福音第二十章 他向门徒吹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那这一口气跟创世纪第二章 讲到生命的气是相同的 创世纪第二章讲到 当上帝吹口气 进入那个亚当的壁孔的时候 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祸人 耶汉福音第二十章是讲到吹口气 讲到重生 我们基督徒透过圣灵重生我们的生命 但是还不够 耶稣在升天之后 吩咐门徒说 你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 等候什么 要等到他回到天上 从天父领受圣灵 才能够将圣灵浇灌下来 因此呢 在五瞬间那天 当他们在那里等候第五十天 五瞬间 圣灵就从天上浇灌下来 浇灌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领受圣灵以后 从今以后呢 从那天开始 圣灵不但累住在信的人身上 他也被圣灵充满说方言 又说语言 也得圣灵的各种恩赐能力 传福音建立教会 感谢神今天你和我 我们都有两个的受洗 一个就是水的洗礼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圣灵的洗 圣灵累住在我们里面 也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 就在马太福音所所讲的 火的洗礼 圣灵的火的洗礼 使到我们有能力 能够来传良福音 这是在五书界所经历的 所以我做一个结论 耶稣的生天带来意义太过重大 第一 他凯旋回家 神高级他 是给他成为全宇宙的王 他的名将尝呼万名之上的名 第一个真理 耶稣得胜了 耶稣被高级成为妄王 王之王 望主之主 第二 祂成为我们神与人之间的中宝和大祭祀 第三 祂也是我们圣灵的施敬者 赐给我们圣灵火的能力 今天教会是建立在 耶稣的受死 埋葬 复活 升天的根基上 感谢主 耶稣怎么样升天 祂还要再来 这也是我们活泼的盼望 因为我们在耶稣要受难解 和复活结的时候 我们更加的爱耶稣 我们更加的仰望耶稣 我们要多好好的 在不同的岗位上 来服侍爱我们的主 可以说阿们吗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新的朋友 还会认识耶稣 或者你虽然来过教会好多次 但是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 当我说一二三道 你愿意说我愿意接受耶稣 你可以将那些手提起来 待会我又要带领你祷告 让你今天在这个复活 在这个复活阵之前 能够来接受耶稣 做你个人的救助 做你个人的救助 你的罪都到四月 成为上帝的儿女 让我们同心祷告 在我还没有祷告之前 有没有新的朋友说我愿意 接受耶稣 做我个人的救助 那你在你位置上将你的手提起来 将你的手提起来 那待会我要带领你来成论 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助 今天你就得到了这救赎 这救恩 我输到三下的时候 请你提起手 然后我就接受了 一 二生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愿意接受耶稣 感谢主看到你 等一下请你们 请你来到前面来好不好 我带领你来信主耶稣基督 好 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将自己的生命献上给耶稣基督 主我们谢谢你在这 在这个耶稣 受诞跟付过节的时候 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你的真理 那耶稣基督你去 是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望王之王 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望主之主 你以后还要再来 并且也成为我们的宗宝 也将圣灵之下给我们使到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在立志说主啊 我们要一生一世的爱你 一生一世的跟随你 更加的佛之爱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你 主谢谢你 求你愿纳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的祷告 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 主要在耶稣的复活节 我们更加的坚持地来爱耶稣 来服侍你 我们将同性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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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